欢迎来到风铃漫谈 这里是思想交汇的港湾 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 请不吝点击订阅按钮 加入我们的探索之旅 清华大学大三学生快大富 才华横溢 却无意间被卷入了中共党主席毛泽东 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 成为他人利用后抛弃的棋子 这使得他不幸地度过了 借二十年的牢狱生涯 浪费了半辈子的宝贵时光 今天我们来讲讲凯大富的故事 凯大富是文革初期 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 井冈山兵团总部的领袖 他1945年9月13日 出生于江苏省延城市滨海县 真正的三代贫农出身 他爷爷当过北伐军的兵 只是一个普通战士 因为严城市新四军的根据地 他父母都是1940年代的中共党员 家乡都是严谨地依然穷的丁光响 凯大富在滨海县八滩镇读中学时 就已虽家境贫寒 但成绩杰出而远近闻名 据同班同学回忆 中学时的冬天 凯大富身着灰色棉袄 外无照衣 内无衬衣 棉袄内外脏得发亮 但是他的成绩非常好 尤其是作文写的好 上中学时 凯大富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 就被收进当地中学生辅助读物 老师讲到这一刻时说 这篇文章我就不讲了 还是请他的作者 凯大富同学自己来讲吧 1963年夏末 凯大富以优异成绩 考取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 因他来自中共革命老区 祖孙三代是贫农 靠自身勤奋努力 考上清华 新生入学典礼之后 他的照片上了人民画报 使他在同学中 初步有了一些知名度 1966年6月1日 在毛泽东的布置下 人民日报登出了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当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文播出了 北京大学聂元子等人的大字报 宋硕 陆平 蓬佩云 在文化革命中 究竟干些什么 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 当时身为清华大学 工程化学系三年级 902班学生的凯大富 看了清华和其他一些大学的大字报 不久便代表学生要求 同刘少奇 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 负责人叶林 进行公开辩论 1966年6月19日 在部分同学支持下 凯大富率先提出 赶走刘少奇 派来清华大学的压制文革的工作组 并要求夺他们的权 同一天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 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 得知工作组在清华的处境 回家和刘少奇商量后 决定王光美亲自出马 到清华大学 以家左派 真右派的罪名 把凯大富关押起来18天 并公开宣布 开出其团集 凯大富采取绝食的方式 以示抗议 当年 刘少奇和王光美 对待青年学生 也是绝不手软的 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娜 把从清华大学看到 和听到的情况 回家给父母说了 毛泽东勃然大怒 于1966年7月21日 谁镇压学生运动 绝没有好下场 他的话后来在刘少奇夫妇 身上得到应验 陈伯达信领神会 立马派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王力 官方来到清华大学 看望关押中的 快大富 7月29日 党主席毛泽东 批评国家主席刘少奇 命令其立刻撤销 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 同日 工作组撤销 康生派车去清华大学 揭款大富 参加7月30日 新北京市委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 积极分子大会 8月4日 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 举行了批判 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 执行资产阶级反东路线的大会 宣布为快大富平反 快大富不仅获得解放 而且一跃成了通天的革命左派 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个苏北 严谨地农村的孩子 快大富靠自己的奋斗 成为中国最高学府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领袖 有一次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接见全国红卫兵时 特意派人 将快大富叫上天安门城楼 笑着对其说 快司令 你是愿意站在我的左边 还是我的右边 若快大富要站到毛主席的左边 林彪就要往下捅一个位置 若快大富要站到毛主席的右边 周恩来就要往下移动一个位置 快大富灵智移动 回答说 主席 我既不站在您的左边 又不站在您的右边 我站在您的后边紧紧地跟着您前进 带到清华大学开她披斗会 用宽大富自己的话说 就是致勤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 让她在万人面前 带着用麻绳串起来的乒乓球项链 你不是喜欢臭美吗 这项链最适合你 快大富问王光美 快大富给王光美戴麻绳串的乒乓球项链 乐坏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 1963年4月12日至5月16日 国家主席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 访问印尼、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 王光美穿着旗袍 戴着从故宫博物院借来的项链 耳环出击了风头 江青心想 我才是中国的第一夫人 但是我却没有机会随毛主席 出国做国事访问 这两个女人之间的羡慕 极度恨是少不了的 1966年6月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 来到清华大学 和吴明小族款大富 展开过一场小小的辩论 薄一波 你叫什么名字 老革命盛起凌人 凯大富回答 凯大富 凯大富竟然一点也不怯场 薄一波说 瞧你这个名字 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 没有想到小青年 凯大富从容不迫 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的名字是社会主义的 资本主义只能小富 只有社会主义人民 才能大富 周围大学生们为凯大富热烈鼓掌 老革命薄一波愕然 知道了凯大富这小子不是好惹的 1968年 刘少奇打倒了 凯大富就像毛泽东用过的擦屁股纸扔了 当年12月 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自治区青铜峡旅厂 及野金部304厂任技术员 可是1970年11月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武斗造成伤亡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 剥夺政治权利4年 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 在被审席上 凯大富与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许多成员 例如王洪文 姚文元 黄永胜 无法现在被审判时表现得贪生怕死 不敢担当 推脱责任的猥琐表现截然不同 凯大富风度翩翩 侃侃而谈 逻辑严谨周密 甚至有些大意凛然 令台上的审判官和台下的听众频频点头 不得不佩服其才华 在被审席上 凯大富这样问审判长 您比我大十几岁 1966年时 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 您当时知道林彪 江青是坏人了吗 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 假如您也不知道 您怎么能起诉我为反革命 审判长除了说住口 无言以对 凯大富在背席上的翩翩风度 打动了电视机旁 一位叫罗小波的 小他17岁的清华大学女研究生的芳心 待1987年凯大富刑满释放 罗小波辞去公职 只身跑到大西北 向刚出狱的凯大富求婚 他们结了婚 生了一个女儿 取名凯小琼 目其才华 而不顾一切 爱上没有前途的劳改释放范 罗小波令社会上宁愿在宝马车里哭 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姑娘们汗颜 一些在文革中崇拜凯大富 后来因为清理三种人 而第一批下海 做了老板的老红卫兵们 还专门为司令结婚 在南京最好的金陵饭店办了一场特别的庆祝晚会 1992年 凯大富携妻子罗小波 到山东省鹏莱市登州镇私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 任工程师 1993年春 凯大富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支聘道首都任职 传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 王光美给邓小平写信 说绝不能让凯大富回北京 想起凯大富 我王光美就睡不着觉 凯大富因此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 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 当年崇拜凯大富的红卫兵 后来经商发财的人不少 凯大富走到哪里 这些人都乐于接待他 都照顾他的生意 人人买他面子 很快凯大富也发了财 每当有小报说江青怎么怎么泼富 凯大富总是摇头说 不是这样的 江青其实是一个颇有修养的知识女性 否则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会爱上他呢 2005年 凯大富过60岁生日 在深圳 他大宴宾客 高调庆祝 座中有吴贵贤 寒爱经等人物 凯大富写了一幅对联 上联是 30年河东 斗司批修 灵魂深处闹革命 革命尚未成功 下联是 30年河西 成家立业 身体力行搞经营 经营初见成效 横批为60大富 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口 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 在我们这些旁观者开来 凯大富无意中卷进一场宫廷斗争 成为他人的棋子 耽误他半辈子 凯大富的故事 让我们深思 个人命运如何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 遭遇挫折与转机 他从一位才华横溢的学生 到被政治斗争的漩涡吞噬 再到最终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 凯大富的一生 充满了坎坷与反思 这不仅是对 凯个人经历的总结 也是对那个动荡时代 所有人命运的缩影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 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和位置 始终是人生旅途中 最为重要的课题 感谢您观看本期《风铃漫谈》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 并开启通知支持我们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